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 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革命经历了血雨腥风的28年 28年中 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 几度沉浮 终于迎来了革命的胜利 这期间 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他们为了党 为了人民 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抛头颅 洒热血 宁死不屈 视死如归 共同为我们汇救了一幅 壮美如虹 大气磅礴的历史画卷 对于这些英雄 历史永远铭记 人民不会忘记 他们永远都是一座座不朽的封碑 永远的封碑 新中国英雄人物故事 今天介绍的英雄人物是 钱壮飞 旧显龙潭的红色特工 钱壮飞 旧显龙潭的红色特工 钱壮飞 浙江湖州人 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隐蔽战线上的杰出代表 周恩来曾把他与李克农 胡鼎并称为我党情报工作的龙潭三级 钱壮飞曾打入敌人内部 长期担任国民党特务投资 徐恩曾的金要秘书 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 被党中央的安全和红军反围剿的胜利 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9年冬 徐恩曾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 把钱壮飞也带到南京 徐恩曾是个画画公子 整天混在舞厅、酒馆 他把所有的事都交给钱壮飞具体负责 当时调查科所有的电报、情报和各种文件 都首先要经过钱壮飞之手 由他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 徐恩曾指在上面签个字 这样钱壮飞就掌握了调查科的全部机密 期间 他截获了敌人大量机密情报 源源不断地向我党中央传送 对于红军作战起了重大作用 1931年4月的一个周末的晚上 钱壮飞正在值班时 国民党调查科的机要员敲门进来后 把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电报送到他的手中 钱壮飞欠发电地址是武汉行营 标明徐恩曾轻易 而当时正值周末 徐恩曾正在上海度假 钱壮飞也没在意 随手把电报放到一边 但接下来不到一小时的时间 金要员却接连又送来四份 来自武汉行营的绝密电报 并且全都注明徐恩曾轻易 究竟是什么事情这样紧急 这武蜂蜜店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钱壮飞起了疑心 他拿出从徐恩层那里偷偷复制的电报密码本 开始逐一破译 这才知道中国共产党中央特科的主要领导人 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投敌 而正是几个小时之前 顾顺章已经被秘密送上一艘货轮 连夜押往南京 钱壮飞眉头一下皱了起来 他紧紧捏着手里的几封电报 心想顾顺章掌握着中共中央的大量核心机密 如果把这一切河盘拖出 几天后的上海将是一片腥风血雨 更可怕的是 党中央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 还一无所知 在这片深沉的夜色里 押韵顾顺章的货轮正快速地驶向南京 顶多还有一天半的时间就会到达 钱壮飞站起来 走到窗前 仿佛能看到远方正在冒着黑烟的货轮 他细细地在心里盘算着 货轮到达后再加上半天的紧急部署 大后天上午 国民党就有可能进行大搜捕 而现在已接近紫叶 情报最迟 必须在明天傍晚前送到上海 交给李克农 否则即使得到消息 也根本没时间转移 钱壮飞心想 必须尽快找人去传递消息 车也谨慎考虑 他出门找到一个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 急切地对他说 现在有紧急情况 你立即安排人出去打探 今晚怎么才能出发去上海 当钱壮飞得知 当晚还有一趟去上海的火车后 不禁松了口气 他急忙到家中写了一封密信 叫起女婿刘启夫后 说道 你现在就去火车站 连夜赶到上海 把这封信 交给李克农 送走刘启夫后 钱壮飞又回到调查科办公室 刚坐定 金药员又送来一封家籍密电 切勿让军座以外人知道 否则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机关 一网打尽的计划 会落空 钱壮飞顿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顾顺章对自己的身份一清二楚 电报中所说的 军座玄层以外的人 指的正是自己 他连忙将几封密电 恢复原状 放在悬层办公桌上 随后快步赶往隔壁 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 用小刀 把办公桌上的地图 画出一个十字 暗示 安插在这里的 我党地下工作人员 切断一切联系 迅速撤离 第二天早晨上班后 钱壮飞平静地 将封好的六封电报 交给了许文层 结束值班后 直接来到火车站 跳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 与此同时 先行出发到达上海的刘启夫 也在一家小旅馆内 找到了李克农 李克农立刻通过陈庚 将情况汇报给周恩来 此后的两天两夜 中共中央 江苏省委 共产国际院东局 等共产党几十个秘密机关 和周恩来 瞿秋白 王明 博古 邓颖超 邓小平 陈云 陈庚 聂荣臻 等几百名工作人员 及地下交通 等全部转移 使国民党搜捕人员 扑了空 从此之后 党中央从上海 转移到江西苏区 而钱壮飞离开南京时 考虑到带着女儿 和年幼的儿子 不便行动 只好忍痛 将他们留下 出于爱子之情 她在办公桌内 给徐恩层 留了一封信 说明二人 政见不同 却不要央起孩子 否则 便要将掌握的 徐恩层 贪污特务经费 暗算同僚 和生活上的一些隐私 都捅出来 事后 钱壮飞的女儿 女婿和幼子 都被抓捕 不过 徐恩层毕竟担心 短处被揭发 关押一段时间 又将他们释放 钱壮飞 却从此 再也没能见到 自己的儿女 只身踏上了 革命战场